旅客穿穿圍在飯店大廳 語心有憤怒也有不解 怎麼也沒想到純潔旅遊 碰上了大麻煩 就連機票前都還沒結清 一伙台灣旅客面對的不止如此 旅客困在飯店 竟然還要再交錢 才能走行程 就連台灣觀光署都跨海了解 介入處理 然農曆春節期間 不少人出國度假 卻有多達兩百九十二名旅客 參加年代旅遊復國島 五天四夜包機行程 抵達後卻發現 沒車 沒導遊 還被丟包飯店 甚至第三天之後 行程全泡湯 四年代旅行社 他們今天的行程到 之後的行程 全部都還沒有付錢 低階旅行社發出聲明 年代旅遊出團前 根本只付十分之一金額 之後行程要繼續 得再支付七百二十美金 兩萬多台幣 讓旅客無法接受 因為團費一人五萬多 早就付清 對此年代旅遊回應 原本和地接 說好費用是月節制 從我來沒有提到 我月節這個字 年代旅遊 請問你跟誰談人 年代旅遊 跟各位說聲抱歉 回團是十四號 我們約定是二十六號 出發前的一個協議 雙方協商後 給出答案是認知差異 現在約定二月二十六日 要將急欠款上結清 不過旅行社付款增益 苦得是春節想出油的消費者 有人自認倒霉 提早回國 甚至被要求前脫退聲明書 一定是不舒服的 沒有人 沒有人想不再大過年 遇到這裡 旅遊拼保協會提醒 如果選擇繼續付錢 跟團的旅客 務必保留相關單據 再找拼保協會等單位 進行調節才能確保自己權益 這裡請王一提特別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 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